宋诗百亿部华元经也希望能够邀请大众同修国会 在信仰上因为教义的不同而产生冲突引发许多憾事 对于因宗教信仰的认知所生出的事端 包月金刚上师提出他的见解 我们发生了很多宗教的战争 而这个宗教的战争其起始的原点还是教义的争论 那么教义的争论不应该发生在这个宗教界 可是还是发生的 发生的原因是我只认同我的教义 我反对你的教义 那都是不互相了解的关系 不互相了解 那么就产生了这个宗教的杀伐 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 其实你的学说 说是我是照天照地 我是创造者 那么我们说万法为心 那其实这不互相冲突 因为他的学说另有起义 那我的学说也另有所指 就独有所知别有所见 其实呢 教义会互相抗衡 那是因为有分别性的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虽教义不同 但是讲的都是生来死去 指天地是谁造的 那他其实也是在解释 什么叫生从哪里来 死往哪里去 想想看 万有理论 更直指人心说 生从哪里来 死往哪里去 并且如何把这个世界 造成极乐世界 那我认为 我在讲万有理论之前 之前的15个节 在15个节以前 已经有一个人呢 比我先发明了 这个万有理论 他叫阿弥陀佛 那么阿弥陀佛呢 在四字再往如来之前 他发了48个大愿 那依照这个48个大愿 他用戒定会的力量呢 那么把极乐世界周围 210个国家的蓝图 把他所赢为 创造了一个极乐世界 世间的刀兵节 视为小三灾之一 减少世间的纷争 是多数人所期盼的 星光既可化为尘 更多的正面 也能够改变世间灾节 法律新闻 我用去高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